有同學有這個問題,就是說他已經敲敲敲,他搞不清楚他敲多深了 那這個時候啊,其實我們的這兩邊,左右兩邊這個 你看這裡有一條,這裡是不是也有一條 有沒有,這個是有作用的喔 嘿,你可以把它,我先把這個幸運槽先敲一敲好了 這裡,OK,幸運槽,我就稍微縮小一下 縮小,縮小,縮小,好,移動一下,好,放在這裡,這樣 再過來,那我把它敲敲敲,OK,我就這樣敲敲敲 你們剛剛都沒有很認真嗎? 我來親在弄弄的,對吧? 好,那你這樣就搞不清楚你敲多深了,對不對? 好,現在呢,我們就來這邊,你如果要上下的,我就這樣一拉開 你有沒有發現上面不見了? 用滑鼠把那個紙規拿下來 這樣子,你有沒有看到你敲的深度? 這樣看喔,在這裡,有沒有發現我有幾個已經敲超過到這邊來了? 其他的是不是都在這個平面上? 而且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說,這個是真的,他就把它先稍微暫時拿掉 那比如說,有時候我們會有這種情形,我想要做類似一個洞穴這樣子 我進來之後,我這裡挖大一點,出去再挖小一點 你想看,我都從外面敲,有辦法這樣敲嗎? 沒辦法,你就可以把它,是不是稍微把它剖面先拉低一點 我進來這裡面之後,好,你看,我就進來敲囉 先不管他這個,我用這個,我就來這邊敲 哇,另外一邊已經被我打穿了 這樣我有沒有把這一塊,就是我已經拉到那個剖面,是不是竟然就敲在這裡了?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所以他,這個也是跟我們一般3D模型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一般3D模型就是你,就是造型就出來就出來了 當然除非你是比較標準的3D模型,你要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造型比較容易嘛 可是在這樣的敲敲打打的狀態下,其實你也可以用 好,那我們剛剛用的是垂直的,所以你用完了,你再把它補回來 這樣別人就看不到你裡面有藏有機關 好,那相反的,我們再從這邊,你不只是從左邊,你也可以從右邊 我這樣拉過來,有沒有這樣也是拉,對不對? 這樣我也是看到什麼,是不是另外一面敲過去了? 你看這樣,我剛剛有一個洞在這裡,有沒有都敲過去了? 這樣有看比較清楚了齁 所以其實他在這一塊,我是覺得還算蠻靈活的啦 有很多,不是你現在才遇到的問題 就是我之前也有想過,像這個是有同學問 然後我就去找一下,還真的可以 就覺得還蠻好玩的 這樣OK嗎?可以齁? 好